大家好 欢迎收看1月26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县府春节发放物资作业 26号的下午是来到了封冰箱 因为县府贯彻中央的防疫工作 在现场量测体温 消毒双手 并且直接的发送 尽量避免人潮群聚 相较往年人潮涌现 现在是快速的分流 来提升防疫的安全 春节发放物资白米整齐的排上桌 县府民政处工作团队与封冰箱公所人员 也早已在场standby 但是新冠肺炎疫情再度发烧之际 为了避免人潮群聚 物资发放作业 县政府也做了大幅调整 相较于往年 县府一级主管 民政处工作团队 以及地方公所大阵仗的发送春节物资的场面 现在在疫情持续发烧之下 不仅现场彻底执行量测体温 消毒双手 也不在同一空间聚集等待 而是该以人道直接发送的方式 快速分流 避免人潮群聚而增加感染的机会 县政府春节物资发放作业行之永年 碰上了新冠疫情的威胁 县政府也不敢掉以轻心 在避免人潮群聚之际快发快送 让县府关怀照顾社会弱势的心 能更安全更安心地送到每位弱势户的手中 记者石玉兰封兵采访报道